好 我们先把它转到立体的角度去看 因为等一下呢 各位你看一下 我在移的时候 嘿 来 好 你看我转这个角度 为什么转这个角度呢 因为等一下我要锁这边的终点 因为这边的角角被我倒圆角倒掉了 所以这边没有端点可以选 所以我就选这边的终点 知道吗 我等一下移过来的时候 移到里面就对齐这边的终点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我是这样放进来了 所以各位你看一下我怎么做 那你如果说啊老师这样 那我一点歪掉怎么差分 我还是不要紧了 嘿来 n movie 来 选 起来以后 enter 一下以后呢 以这边的终点 终点 当做movie的基层点 这样子 好 那你呢移动的时候慢慢 其实你也没办法快 因为他会辞职 一方面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显示卡 没有各位想象的那么好 第二因为他现在有曲面了 碰到曲面 这边就是考验各位的显示卡 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们家的显示卡 是属于那种入门款 有时候遇到比较复杂的曲面 就会lag 各位要注意一下 好 像这个显示卡就是属于入门款 好 来 可能比入门款还还差 好 来 要不然这简单的曲面就此字 来 阿索这边的终点 好 嘿 点一下 好 各位 你看是不是进来了 好 啊 ok以后 我们再把它上个色 有没有 好 你看一下 这样子 是不是在我们的 这个部分 已经有一个地方 已经有一块 有一个家具 已经变成立体了 有没有 好 所以我刚刚是怎么移进来的 如果你 刚刚有没有看到 好 我再 我再做一次给各位看 好 来 你看一下 好 好 你先到2D线架构 你先回到2D线架构 那你注意看我转的 你看我把立体的角度 转到这样子 我是建议各位 我的感觉是自由 缓转会比较好转 自由缓转 它比缓转还好转 你只要在圆 圆的范围内怎么转 都很好转 ok 那你先 你看一下我转到这个角度 为什么转到这个角度 因为我可以看到床头 我可以看到床头 底下这条线的终点 等一下我以终点 我基准点搬过去 这样比较好拌 所以各位你看一下 给它M 好 movie 好 移动 好 enter一下以后 把它整个旋起来 好 要整个 不要绕高皮 整个旋起来 好 enter一下以后呢 我以这边当作终点 啊有的如果你发现发现终点找不到 终点它锁不到 你要立刻的到那个锁点的功能表打开 去把那个终点打勾 因为你们切换到工作区的时候 有时候他会怎么样 他会把那个锁点取消哦 所以你要到那个锁点的功能表再重新的打勾 好 以这边为终点当基准点来移过来 啊如果你看到它迟字哈 你也等它一下 哦好 啊我就 一边移过来 然后呢我就按住滚轮 再移动一下画面 慢慢的移过来要等它哦 好 所以各位呢 够做可以虽然是一套 不用花到太多显示卡的这个这个软体 但是有时候遇到这个3D的曲面哦 还是会考验一下显示卡的能力哈 好 移过来以后啊 一样锁终点哦 重合嘛哦 点一下以后 他就放过来了 放过来之后啊 那差分分啊哦 不要紧 到时候你那个模型 旁边的模型做好 再把它靠起就好了 没关系 好 那如果你像 如果你老师我想要移一下呢 那我会建议你 你要到上市图移比较好 你到上市图 啊把那个整个床啊 把枕头悬起来 再稍微的移一下 那都没关系 啊我是建议说 那查这个那个没关系 你等一下建模型的时候 再把它贴起就好了 哦 好 那么呢 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床就定位了 上面的枕头跟棉被也都OK了 如果好了哦 那我们接下来请各位 我们就把这个涂层 就把这个涂层关起来 如果OK了 就请各位把这个涂层 床的这个涂层把它隐藏起来 把前面的灯泡关掉 把前面的灯泡关掉 啊那问你说啊 可是你要关闭目前的涂层吗 对就关闭就好了 哦啊床就不见了 有没有看到 哦啊不要紧张 这本来就是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我们的涂层 接下来你看你要把涂层 哦我们把它转移到旁边的那个矮柜 床的旁边有两个矮柜 如果你跟我一样有矮柜的 那就请你呢看一下我们怎么做 哦矮柜 哦矮柜 可以吗 哦我就把涂层切换到矮柜 啊如果你没有 你的床旁边没有这个矮柜 你就没关系 你看一下我们怎么做 哦了解一下过程 通常我们床的旁边会习惯放个矮柜 因为是因为我们可能会在旁边做什么 哦放台灯啦 或是放一些哦 比如说手表啦 或是手机之类的哦 好 来 那呢矮柜呢 这工程并没有很浩大哦 所以呢 基本上我就直接在上面画也可以 哦 你看看你怎么样方便都可以 或是你可以移到旁边去 再再做也OK 哦 来 可以哈 来 现在呢我把涂层呢 我把涂层呢 床的涂层把它隐藏起来 我把涂层的状态呢 切换到旁边的矮柜了哦 来 我们现在先到上市土来 为了让各位比较清楚一点 哦 我们还是一步一步来做 好哈 OK哈 然后呢就用你刚刚做床的这个经验啦 哦 用你刚刚做床的经验 来 我们再一次 我们先拉一个矩形 我们先拉一个矩形 好 先拉一个矩形出来 好 拉一个矩形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矩形哦 把它搬出来 用这个 好把这个矩形搬出来 刚刚哦 我有做一个小动作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到 我跟你讲 来 各位注意看 我做一个给你看 来 各位你看一下 因为也许也会遇到我这种情况 你看哦 我到上市土 我到上市土 我呢 去拉一个矩形 注意看哦 好 拉完之后呢 我要把这个矩形抓出去 对不对 结果你会发现说 哎 我明明拉了矩形了 可是当我想要点到这个矩形的时候 等一下 我把它看一下 好 当我点到这个矩形的时候 却发现点不到 老师呢 都只点到呢 这条线 如果遇到像有这种情况呢 我刚刚拉了矩形 对不对 然后呢 我想把这个矩形点到 以后要拉出去 对不对 可是你点的时候 老师执行那条线 怎么回事 代表它被原来的这个图形 给压到后面去了 听懂吗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改变一下 这个上下的顺序 这个之前 我们都没有讲过 这是用在于 当你的图 如果你的线条 跟人家重叠在一起的时候 你发现被压在下面了 你就可以改变一下顺序 如果你也遇到跟我这种情况 你做一次 你看我做一次 滑鼠呢 放在这条线上 右键把它点一下 这边一个绘制顺序 高快点 你就把现在这条直线 把它置于最下方 这样子的话呢 你这个矩形 就浮上来了 看到吗 这样的话 你这个矩形就可以放在 被放在最上面 它就不会被那个底下的线条 压过去了 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调整 上下的顺序的概念而已 将来各位在画图的时候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调整一下上下顺序 好 各位呢 现在呢 我们把矮跪的这个矩形 拉出来了 面遇一下 REG 各位知道矮跪要多高 矮跪要多高 各位知道吗 第一个 它一定要比你的床还低 一点点 你太高的话呢 有太高的话 有时候你的头会去 触到那个桌炎 你怎么知道 听懂意思吗 你的人睡觉会不会滚来滚去 有时候头一过去碰 会去弄到那个矮跪啊 听懂的意思吗 会去触到那个边缘 你就会痛 所以基本上它通常矮跪会比你的床略低一点 所以我们的床刚刚是不是40 你可以跟它一样高 或比它低一点 低一点 通常不会比它高啦 比它高也有 要不然就高出很高啦 要不然的话呢 通常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来 那么我们现在就抓 好 假设我抓35好不好 抓35就好 来请各位看一下 好 我把它转到立体的角度 来 我们把它挤出 面玉完毕以后呢 我们把它挤出 好 啊 因为我是用minimeter在做的 所以是350 我的床是400的高 我的矮跪就大概350 嗯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是比较特别的 来 各位请注意看 ok 这一个是矮跪的正面 这一个是矮跪的正面 如果以这样的平面图来看嘛 好 各位你看 以这样的 以这样的角度来说 以这样的角度来说 这是矮跪的正面 同学 通常矮跪的前面会有什么 对 好 来我们来做两个抽屉 上下两个抽屉 好 来 那各位 我们怎么做抽屉 刚刚 整个好 一般 抽屉要么 凹进去一点 要么凸出来一点 当然也有做的刚刚好的 ok啦 可是 刚刚好的话 等到不合着 你刚刚好 又要表现出两个抽屉 我还等到不合着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把它 凸进 凸出来一点点好不好 我们把假设把它做凸出来一点点 让它有个造型 那样可好 来各位请看怎么做 好 那我们直接在这个面上做 直接在这个正面上做好不好 来 我们先请各位 那么呢 把三点UCS 我们到坐标 坐标的工具面 有没有看到 坐标的面板 上面有没有看到一个三 三 有没有看三 有 三 三点UCS 来我们看一下 那麻烦你把这个基础面 设定到这个 这个正面来 这边当做圆点 看到了吗 这边当做圆点 这边当做圆点 这边当做X轴的点 这样子 这边当做Y轴的点 这样子 好 各位请你让我们的XY平面 跑上来好吗 我们就直接在这边做就好了 好 我们直接在这做 可以吗 可以 然后呢 做上来之后呢 请你 请你 来 请你用 举行 REC 因为你已经把基础面 做上来了 REC啊 从这个边边 拉一个 举行 跟它一模一样大 对 拉一个举行 要不然它只有边边 它没有线条啊 它这是实体的边 它没有线条 所以我们拉一个举行 让它有至少有 有线条可以来操作 好 然后呢 各位呢 我们的抽屉要进来一点点 对不对 所以呢 进来多少 两极带用大概1.5公分而已 因为大家就是甲板的厚度 因为我们要想它是四边包覆木材 一般我们都用甲板 那个什么木杏板在做的话 这边这边这边 大概1.5公分 进来啊 2公分好 来 偏移欧 把这个举行啊 偏移 把这个举行 偏移2公分 大概20米 好 20米进来 好 20米进来 对 啊 我为什么可以偏移20 因为我刚刚是不是一开始 先抓了个举行 有没有 我先拉一个举行啊 所以我才可以偏移20进来嘛 好 才可以偏移20进来 好 那当然了 我们的木 我们的抽屉是两层 对不对 抽屉是两层 所以请各位呢 画一条直线 LINE 请各位拉一条直线 从中点处 从中点处 拉 过来 拉到对面的中点处 这样子 我们要想 我们要画出上面一个区块 下面一个区块 好 啊 这条线呢 是中线 对不对 同学 上面的抽屉 跟下面的抽屉 中间是一个缝隙 不可能连在一起嘛 那缝隙 我们大概抓一公分就好了 没关系 所以呢 偏移 欧 欧 一公分是不是10米 你 上面5下面5好不好 中线 点一下上面 这样子的 中线 点一下下面这样子的 这个宽度是不是 上面抽屉 跟下面抽屉 是不是就用 就用出来啊 听懂这意思吗 懂哈 上面的抽屉 跟下面的抽屉 中间有个缝隙嘛 哈 不可能连在一起 哈 所以各位 现在我们是不是上面一个举行 下面一个举行了 对哈 好来 先画到这里 准备的工作 准备到这边哦 好 接下来 我们要各位介绍一个很有用的工具 很好用的工具叫做推拉 你往上看 当你把这两个举行差不多做好了 画好了以后 这边有没有一个推拉 常用这样子的 找这个 按拉啦 不是推拉啦 按拉高快点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指令 按拉 这个指令相当的好用 点这个指令 看到了哦 点这个指令 然后呢 请你呢 滑鼠先放在上面这边 有没有看到 你滑鼠只是放进去而已哦 他自动就找到那个举行的 有没有 哦 他自动就真正到这个举行的 对不对 点一下以后 先往外拉 有没有看到他自动就帮你拉出来了 拉出来 方向先拉 再给他多少呢 10就好 10 因为后我们要做效果 你如果有时候太接近真实的尺寸哦 把他看不太出来 给他10 有没有看到 就凸出来一点点了 哦 好 再来 下面是一样滑鼠放在下面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找到那个指令了 找到那个举行的 对不对 点他一下以后 拉 出来 再给他10 Enter 好了 OK了 好 是不是两个都凸出来了 而且你不用连击哦 他还就已经这样就算一整体了哦 他已经帮你就自动连击好了 所以这个方便哦 好 按个Enter结束 好来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上个试好不好 看他有没有矮跪的感觉 有没有 是不是两个抽屉都出来了 有没有 好 阿老师还差什么 还差什么 对 手把 对不对 手把哦 有的 你看你要做的很简单 还是要做的 还是要做复杂一点 都没差啦 那如果你要做的 哎 如果你觉得你要做 你要做的比较有型一点 来 我们到上试图 好 各位这两个知道怎么形成了吗 我用哪个指令 各位知道哈 按拉对不对 哦 可是按拉之前 这个矩形 2D的矩形要先完成 哦 所以如果你忘记怎么换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影片 来 现在我做那个 把手给各位看一下 好不好 我们到上试图 为什么要到上试图呢 你等一下看一下就知道了 好 来 那我们先到2D先加工 好 一般我们就做复古一点的啦 哎 来 我们用PL PL是什么 聚合线 有没有 啊因为把手 撕一下就好 所以我大概在这边哦 哎 不用做太大了 点一下 两股台育 大概这样就好 哦 好 这个对过来 如果你有强迫症的一场都要对齐 不然我是都两股台过这个 因为等一下会沉进去一点点 好啊 因为呢 这个这个直角 你可能觉得比较不好看 我们倒个圆角好了 然后给他R一下 看到这个大概20看看 可以可以可以 20还蛮漂亮的 好 同学 这是不是路径 听懂吗 我把它做个路径 那我从上试图做 哦 OK 啊我这样的端点处画个圆 知道吧 我要用什么成型知道吗 这叫什么成型 扫掠成型 记不记得 哦 OK 他把这个圆圆的断面 我把它面郁一下 来 扫掠成型 还记不记得啊 来我们做一次 好 我把 我从上试图 先做出这个把手的路径 端点处画个小圆 当做我的把手的那个面 那个那个面 来用扫掠了 扫掠 看一下复习一下扫掠成型 好 先选到断面 Enter一下以后 再选路径 哦 你看我的把手是不是起来了 哦 然后呢 哎 然后我就把它移进去了哦 movie 哦 把它移进去 移进去的时候哦 哎 Uber 有沉进去一点点就好了 不要浮处 啊 老师有没有在终点 在中央处呢 差点点不要紧 不要太合 因为这是视觉上的东西 哦 OK 啊 可是这样不准哦 而且我们就一根而已 所以你要回到前试图 有没有 哦 你看 好 下面去的有没有看到 哦 这很正常的 记住哦 要移动 只要有用到movie 一定要两个角度去确认 上视图跟正视图 哦 或者是上视图跟右侧 要记得 哦 来 用movie 好 把它移上去 有没有 哎一根不够嘛 还有底下哦 所以我们这样copy C哦 旁边点一下 把它下来 好 同学 你看一下 哦 我们在上色 好 你看 我们的一个 什么 柜子 哦 是不是就OK了 哦 然后把它转个立体的角度看一下 我们的床头的矮柜是不是就起来了 这样了解了哈 嘿 所以他跟床比起来是简单多了吧 哦 OK 然后我们最后再把它就定位 就定位的时候呢 就定位的时候 来 你看一下我们怎么就定位哈 啊 因为这边呢 这是我们的位置 对不对 我只要把它搬过来就好 所以呢 我们到2D线架构 啊 我们到2D线架构 直接的就把它哦 移过来 啊你呢 角度超好 超好 角度超好 你要看你要对哪一个点 我等一下是要这个点哈 我要把这个点对到这个点 了解吗 哦 因为我这个床头柜是靠 靠墙角的哦 来我们开始移咯 movie 嗯 哦 所以从立体的角度来看啊 哦 选到他你注意看我是用窗选哦 有没有看到 我这样拉 这样拉的话就只会选到我的什么 对 只会选到我的柜子哦 所以 到底是要框选还是要窗选 你要注意 好 以这个点点一下搬进来 你看 这样是不是就定位啊 有没有 这样子就就定位了 我们上个摄看看 有没有 啊是不是还有另外一边 对 copy 过去就好 另外一边我们就用copy 过去的 好 来看一下 好 他copy 过去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用CO copy CO 好 选的时候要注意哈 嘿 选的时候要注意 好 然后我们把你这个记录点点一下 搬到这个记录点 哎 好 各位 是不是两个了 好啦 我们上色 有没有 啊 如果你再把床再打开看一下 看效果怎么样 把床打开 好 你看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又完成了一个了 哦 我们的 距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有没有 啊至于那个台灯呢 台灯啊 你在旁边坐好 搬上来放就好 哦 台灯啊 一样坐好 啊搬过来就放个喝 啊台灯你自己设计 看你觉得台灯要怎么样 啊你摆这个太大了 你摆这个太大了 台灯都是小小的而已 哦 小台灯 ok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旁边的矮龟 这样子就完成了 这样了解啊 ok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下一步 就在做柜子 注意哈 这柜子从上试图看会有衣架 对不对 我们在做模型的时候 衣架不用画出来 不用 因为原则上我们衣柜呢 到时候等一下做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把门的感觉做出来就好 门的感觉做出来就好 所以呢 当然知道说这边是一个柜子 那就可以了 这个是在上试图 为了表现出它是衣柜 才要画衣架 我们在建模的时候不用 不用 ok 所以呢 我们先停在这里 让各位呢看一下我们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把该有的模型都建好 那至于这个花 这花的凶薄 这花我是建议你你就不用你网路上抓的话去网路上抓 没有的话不不用画啦 不就画画了你会剔销 是可以用那个阵列啦 阵列一层一层做起来 但是我觉得不用花时间啦 那个太累了 不用 网路上如果有的话你也去捶捶个二 好 因为这东西不是 不是属于必要的 那如果真的要的话 如果真的觉得真的要的话 你就是看要怎么样表现 稍微表现一下就好 好 那我们目前做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下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的是衣柜 我们要把衣柜呢 它的模型大概怎么表现啊 我们等一下的把它表现 把它建起来一下